这一关的名字叫时空穿梭 那我也没看到有传送门啊 大蒜倒是有四个 这里不会是姜王博士吧 哦 三叶草 那这一关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把僵尸吹进大蒜的中间 没事 肯定有菜籍僵尸 给我们吹进大蒜的中间 这不小鬼僵尸就来了吗 过去吧你 距离不够啊这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只能把大蒜给铲掉 然后把所有僵尸全部砸出来看一下了 有没有大蒜而能毒死的僵尸 这些僵尸很显然是不可能的呀 哇 后面全是巨人僵尸 想都别想 上面全是扶梯僵尸 下面全是铁桶僵尸 中间有跳跳 哦 有血枪僵尸 但是这位置的血枪僵尸也没啥用啊 这开局也太麻烦了吧 哦 这里倒是有一个路障僵尸 但是路障僵尸就算吹到大蒜的中间 这也没啥用啊 肯定是毒不死路障僵尸的 难不成是用跳跳僵尸开局吗 试一下 这完全也吹不动啊 这玩意儿 你爷爷的奶奶的爷爷 拿一个无解的关卡来糊弄我是吧 哇 没想到 最终我还是找到了开局的方法 那么这一关毫无疑问 肯定是用小鬼僵尸开局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怎么把小鬼僵尸 吹进大蒜的中间 哎 这不就成功的吧 小鬼僵尸吹到大蒜的后面了吗 但是他跑去上路了 那可能应该是毒不死了 那么有很多小伙伴就要问了 诶 猪哥这个原理是什么啊 其实僵尸罐里面的僵尸 在被砸开的一瞬间 他是在地图外面的 就是最后面 那么咱们商业草只要 卡好时机就能把他 吹到更远 你看这小鬼僵尸 他不就又从后面出来了吗 只要他吃大蒜往下面走啊 他就必死无疑 下来下来 诶 这下你逃不掉了小鬼 那有了猫尾草 这把不就简单了吗 咱们可以先拿雪下僵尸开刷 你千万别跟我说 这个位置的雪下僵尸 你一个猫尾草打不死他 那就过分了啊 土豆雷 那有土豆雷的话 咱们可以先 炸两个伏梯吧 同样 先炸两个伏梯 不要堵多了兄弟们 我有点不太想堵一波牛 你看豌豆射手两个 还好没有堵一波牛啊 看来我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那咱们还是稳一点 一个一个的刷 怎么又是豌豆射手啊 什么情况啊 怎么全是豌豆家族的呀 那现在的话 打一个路障僵尸吧 等等 容我三尸 这把如果我们不堵一波牛的话 其他能刷卡片的僵尸已经不多了 所以这把最好的选择还是一波牛 那我们就拿伏梯僵尸开刷 来吧 上一把赢的几率已经很小了兄弟们 所以我选择重开 这一关开局成功之后呢 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一直打吧 显得我实力比较低了 所以这一次我必须给他过了 看看会掉了什么植物 双头射手 那咱们还是可以用白给僵尸开局呀 又来了又来了 该来的始终逃不掉 那咱们还是伏地僵尸吧 我就不信了兄弟们 注意樱桃 注意樱桃的消失时间 开始闪烁的时候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别待会消失了就麻烦了 机枪射手虽好 但是我发现我们能放机枪射手的位置不太好 那我只能见缝插针 哪里有位置我就放哪里了 那现在我看一下啊 三路呢还有一个路障僵尸 那咱们可以先打路障僵尸吧 给了一个玉米投手 那前面是橄榄球僵尸和机枪射手僵尸 不能再打了 咱们打下面这个铁桶僵尸可能还好一点 有南瓜壳 那咱们可以接着打四路啊 四路的罐子上面呢 有一个大蒜 咱们可以先把它铲掉 然后罐子才可以砸 冰车僵尸 我忘了这里是冰车僵尸 哇还好来了一个魅火菇 及时的止损啊 那现在有魅火菇的话 咱们可以开一个机枪射手僵尸 争取把三路给打通 又来一个机枪射手 怎么这一关全是豌豆家族的呀 那这一关我们别无选择了 只能接着打第三路呗 先把大蒜给铲掉 红眼巨人僵尸 前面是机枪射手僵尸 那倒是没问题 来吧砸吧 我的天哪 别把前面一个僵尸罐子给砸出来了 那没问题了 没问题没问题 三叶草 那有三叶草的话 来吧 接着二路来啊 直接吹到最后面去 三个机枪射手 你这个二爷 胆大包天了 立马吃掉我两个机枪射手 好有种 又来一个大嘴花 那咱们把伏地给吃了 哎 什么情况 完了 这伏地僵尸是一个铁斩僵尸 你爷爷的奶奶的爷爷 一将功成万古枯啊 这个铁斩僵尸 要不是我的决策失误 岂能融到你来吃血 我们其实是应该先打 下面铁斗僵尸的上一把 不应该先打伏地僵尸 这一把我吸取了教训 来吧 先把橄榄球僵尸给砸出来 哎 这把的大嘴花挺多的 你别说啊 刚才我们的大嘴花 早就应该对付五路的铁斗僵尸了 不应该去惹伏地僵尸的 这个小鬼僵尸 精准投石吗 来 冻结一下 这个巨人僵尸肯定是走不过来 来吧 冻结吧 看看 哦 那就有了 有了有了 又是大嘴花 那咱们接着吃二路呗 这一把咱们就让嘴哥一个一个的吃 哎 五路的嘴哥吃好了 来 嘴哥再来一个 哦 保护伤僵尸 没事 咱们有高坚果可以顶一下的 撑干跳浮 撑干跳浮梯 二路的 来 二爷拯救一下 二